Garry, 陳日君, Ms. Winnie Eep Rematch 其實你問我,我記得我第一個職業足球員 會發覺原來動機很重要,目標感很重要 所以待會有機會就可以看看 好啊 目標感是否真的這麼厲害 或者看一個用手和腳兩個運動 會不會有些不同 運動員的三維空間感是很重要的 這個字很敏感 三維 對,因為譬如她的球是 Palmers去哪裏 還有她的球呢 你有沒有一些弱定 不是,你真的 你真的爛上場那位,我們又不明白 你還要再說多一句 是呀,你不明白的,你為什麼不明白 我明白 繼續 神經病 人家要正經,你又不正經 人家不正經 誰告訴你運動員一定要正經 現在不是說人家,而是說你 我一直都不正經 好,繼續 你正在說三維 和那個球 三維 難得 那才來 超級超級快 然後怎樣 你再說完你的問題 這麼正經 她正在說這件事 猜到就不是rematch 給我聽 對啦,總之就是要知道那個拋物線 落到怎樣 準不準 或者是怎樣 才可以射到入龍門 或者是她 是不是應該要怎樣 令到對手摺不到球 打球的時候 的mindset 是怎樣 是的 我請問一下你 Tiffany 你會怎樣形容自己 你會怎樣形容自己 是一個怎樣的網球員 怎樣形容自己 什麼形容都可以的 什麼方便 你會怎樣描述 你的description 是怎樣 我覺得 因為我的朋友看我 他說好像沒什麼火 好像贏又這樣 輸又這樣 走出來不知道你贏還是輸 可能 太冷靜 別人給我的評價 那你自己呢 先不要理別人 我自己 其實 你怎樣去describe自己 可能是 都是屬於冷靜的 但是有時候 有些位置都會 有些 可能少少脾氣 都會的 但是都盡量控制著自己 是的 你收不收貨 如果我問她 一個self description 你是一個怎樣的player OK 你在球場上 發覺最大的脾氣 是怎樣的 發覺最大的脾氣 是釘板 小時候 小時候 有 應該會 小時候 怎麼會罰些什麼 Warning Warning一次就沒事 第二次就會罰婚 罰一個分 對 但通常這些脾氣都應該是發自己 是的 自己 很不抵 失誤 又失誤 都是發自己 但會不會經過這麼多年 你會知道其實發這個沒什麼意思 已經是練奏到不需要發 是嗎 盡量控制著 有時候真的 很難說 比賽的時候 有時候 生氣上來都很難說 不過現在控制到 數據 如果統計 例如你發完皮的那場球 通常贏還是輸 輸 好問題 你有沒有覺得很悶 不是 挺好笑 不是 打網球的生愛 你的問題連場景都未解釋清楚 打網球的生愛 我也想問 會不會很悶 是否很悶 經常對著這塊板 都不是的 因為可能去不同地方比賽 可能見識到不同的 譬如 譬如 我世界很網球 都是 碰到大部分的時間 但可以的 你很享受 是 你享受什麼 享受 可能 自己有個目標 你堅持一件事 有件事是 你堅持 你可以達到自己的目標 是的 但人家說你很冷靜 和說你沒有火 是啊 你會不會聽完這句 反而就是火力 哈哈 其實真正的 你是怎樣 Tiffany 你是不是真的沒有火 都可以這樣說 但是沒有火 怎麼做運動員 是啊 就是這個問題 其實你是需要被人 撻上團火 嗯 嗯 少少 可能 可能是沒有表演出來 就是 不是真的沒有火 就是沒有表演出來 嗯 有些人可能叫 Come on 那些 可能我比較少 這些 那你有沒有記得 你自己 最有火的一場球是怎樣 形容一下 在哪裡打 打什麼 最有火 可能是 上年的Hong Kong Open 是香港最大型的比賽 在維園 可能是主場 還有 因為對手 都是非常世界 Top100的球手 可能自己 就是 那一場就 比較多 emotion 會怎樣的 有emotion 可能 真的會喊 喊 喊什麼 喊 都是 這些 如果 你贏了一球 很難贏一球 你會不會 YES 那沒有那麼誇張 這樣也那麼誇張 怎麼搞錯 為什麼你沒有火 衝過去跟人家拍手 這樣還未贏 但是那一套 你經常說什麼 我想是否情緒不能夠太波動 可能你發脾氣 是會輸的場合 但其實你贏的那一球 其實不應該是很 這樣呢 都是的 因為如果太 太興奮 太激動 太激動 可能會影響到 之後 之後那幾球 教練會不會特別要教你們 就是 贏和輸都不能夠 是 太上心 會 也有說 贏不代表你下一球贏 是的 輸也不代表你 所以你通常都要是 certified那條事 這個是教練會教你的 是不是 運動的心理教練教你 其實很多運動都是這樣 是嗎 每種運動都是這樣 因為他很不習慣 他一贏要登報 不是 我真的探討一下這件事 首先我先讓自己清楚 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我純粹拿自己的過往經歷 如果你問我 很有深刻 我記得小時候 我三年班的時候 我家就安排了我去一個叫做 Tennis Camp 在銀溪的 住五天的 為什麼我去到這個Camp呢 原因那時候 那一年其實 我爸爸就很安排 本來安排我去德國 一個體驗的暑假 但那一年就 切爾諾貝爾 就洩漏福射 就直接cancel了 我uncle有兩個兒子 他打球很厲害的 就是球靈給我多了很多年 那他就一起進去 那我對他來說很新鮮 那五天呢 最後那兩天呢 最後那一半呢 就是打比賽 分別有一個single 和一個相打 那其實我的水平呢 在裏面呢 是絕對不可能贏的 因為我uncle 打了四個女生 但是呢 我又很想贏 那怎知道呢 這麼巧 在single的第一圈 我就出了線 就打圍賽賽 就是全部第一回合 出了線 打圍賽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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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有很多emotional 出了來的 但我覺得那場球打得很厲害 要直要直 要歪要歪 但我剛剛學步下去 我最後為賽賽物 雙倍獲得冠軍 第二天我家人來接 我有很大的感受 所以我在想 其實要贏的確是要很起伏的 我這樣想 我自己的小時間 可能每個人不同 他這樣回答 我接不到 但我會說不是每個人不同 因為是一個專業和業餘的分別 意思是他認真的嗎 認真的 對不起 雖然我愛串他 但我是認真的 認真地串我 不是 我認真地在說那件事 我想因為專業是他會想你學識 你不可以那一刻看得很重 因為你會太忘記了 其實下一刻來緊 即是浪來緊 你還想 哎呀 現在滑到這個很開心 那怎麼辦呢 What's next 但可能他那個是剛剛去初試提升 他是一定有那個 喂 就是這麼短的時間 我都做到 很開心 那是很正常的 他就是為自己打氣 因為他都講了時間是很晚 已經是做了很久 他為自己加油是OK的 但是他不能夠 他那個生命是很長的 他不停為自己加油 不停為自己加油 那你就經常要很起伏 很起伏 你家極都不到 家極都不到 有時候都是miss了 都是做些失誤的事 那就加一加下 你那個借的就很厲害 OK 不知道我這樣看 就是有時候要 那團火要爆出來 就是可能我輸著 但我打回一球好的 我覺得我可以自我研點 不知道就是我自己有這樣的想法 譬如我們做一些sales training 不知道可能教練會怎樣看 我們都會跟一些銷售人員 會有一個概念 就是那個心呢 我們講的很有趣 叫做歸零 即是譬如你簽了這張單 是很值得去開心 不過 Stay kind 對啦 Stay kind 即是你是要迎接下一個 OK 這樣的意思 OK 好 每個人不同 或者探討一下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 譬如他的朋友會說 他很冷靜 沒有團火 雖然我見Tiffany 不是很多次 但其實不要介意 這個regardless你的成就 或者這個 我都覺得你是很平靜 嗯 我不知道這件事 如果我評估量度 可能這件事是有機會令到你的breakthrough 沒有那麼大 或者迷遲了 I don't know 你自己有沒有這樣想過 我沒有這樣想過 沒有這樣想過 即是沒有探討過這件事 沒有 OK 好 阿比我們轉一下話題 其實如果你不做網球員 你會做什麼呢 其實 如果今天來到Vmatch 我可以幫你找份工作 你想幫你找什麼工作 找份什麼工作 嗯 如果我不打球 可能我繼續彈琴 彈琴 剛才忘記說 自我介紹的時候 哈哈哈哈 現在說都不知道 忘記說 我小時候是先彈琴的 所以其實 哦 放琴 演奏級 四歲 八級 八級 因為八級的時候 就要 即是那時候已經開始加了訓練的時間 在網球上面 那可能就 那就可能 放棄一下 先 嗯嗯嗯 OK 即是你自己是很享受彈琴 是 我喜歡音樂 你喜歡音樂 即是如果你不打球 可能你就會做 可能會繼續彈琴 或者演奏級 嗯 你想他教人 還是自己演出 自己演出 很有趣 其實可能就是 這麼強烈的球員 可能都是一個 很喜歡成為焦點 現在還有沒有 學那樣嗎 沒有 現在沒有學 只可以很專注在一件事 是 因為時間方面少 對 如果給你有機會 可以再重新一個運動 你會選什麼 運動 嗯 嗯 游泳 對 因為我小時候很害怕水 現在不害怕 現在都害怕 你想克服他 對 你不會游泳嗎 我不會游泳 哇 對 那天我拍攝友善的專輯 要上海 對 我下了水 那天還要玩滑浪板 然後就 嘩 已經害怕了 為什麼呢 他們要求 都不是 因為我有另外一個 就是 他只是在拍攝我之外 可能找到朋友 其他人的國報 那就是想著那個環境就是做這件事 對 我就去了沙灘拍攝 另外 另外 我一個朋友 他本身是玩開滑浪的 嗯 那個記者就說 不如你也試試玩 是 就叫那個朋友教我 因為 不知道你害怕水 他知道的 嘩 那那個記者應該先做一些資料搜集 他很淺水 可能幾下 但是我站在那裡已經尖叫 腳軟 站不穩 很可愛 很搞笑 是否剛才做你的 就是一個二號總指球員 嘩 水在這裏已經很害怕 嗯 很可愛 很搞笑 反而他想克服他 但你發生過什麼事 為什麼你這麼害怕水 可能小時候 因為小時候我去看過同學 學游水 那時候可能一、二、二年級 那時候不懂游水 那時候就這樣玩 因為經常站得太近 差點滑下去 你自己 對 哦 那時候就不懂游 陰影 對 都挺大影響 對,到現在都很害怕 那時候有一次打完比賽之後 就去浸Ice Bath 第一次 嗯 擾讓了五分鐘 都坐不下水 哈哈 很淺水 很淺的 很淺的 一坐下去 又有一個緊張 一坐下去 那便很害怕 然後擾讓了五分鐘 嗯 我覺得有機會 如果你克服到水 可能在你的網球市 會有一個新的巔峰爆破店 是不出奇的 因為這個是 你知道很多時候 其實打得這麼厲害 你們不多不少 除了訓練之外 都是一些天才 或者Graph 都看到的 很多時候到比賽 贏 都是贏心態 是 是 這個心理可能是一個障礙 在游水方面 如果你連那樣都擺得低的話 那你網球還不是 讓子彈飛嗎 除了 除了 教琴 如果做一些很商業性的事情 你會做什麼 工作 一撇開一些很個人性的事情 演奏 打球 好像一個OL 你會做什麼 你會做什麼 你會想做什麼 化驗 驗什麼 化學的 我想做 禁藥的 對 就是幫助運動員 測試 對 因為我被人測試過 壞了嗎 不要 沒事 那你是不是經常這樣說 這麼厲害 不像 肯定吃東西 然後你就很想 讓我來 試試 我覺得那些 都是很難考的 因為香港不是很多人可以考到一個牌子 其實我覺得那些工作都很特別 是 還有有意義 因為自己本身都是運動的方面 是 OK 就是不太多人做 很冷門的 因為它排 很少人可以通過一個牌子 真的很難考 是的 都屬於難 應該都很高工 他很關心這件事 你不關心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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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不關心 如果我告訴你 這麼難考 很難做 萬八元 那你會不會還想 我也會 會 如果我真的想 萬二呢 萬八元 那你會不會還想 我也會 你明白嗎 我明白 可能做十年都不會過四萬元 這麼說 全港都被你驗魂了 任何類別找到 男男女女 我想他可能會設定一個時間去做 嗯 但他都很想做 如果我想做的事情 可能我真的不太計較 當然要生活 我又不太在乎 很多人說 做一個女網球手的時候 會怕腳又粗 手又粗 那你自己有沒有擔心 這些美容上的事情 作為女生 我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的 是的 真的 未來 即是 但真的會 你整個使用不動嗎 會的 兩邊的性別ными 對 勾了嗎 沒有 扯就知道 那你看不了 真的 繼續 可能ח foundation 有 會的 那你自己有沒有互iyorsun 做上ight? 有 有人 其實都貪美 基本葫 saying 這樣 我想問,你都會有感情生活 如果在大賽之前,喊吵,那又怎麽辦? 是的,教練有沒有教你這些? 是的,有沒有試過? 你不要告訴我,一個人拍拖 沒有感覺 我站在那邊發球,我吃三球 如果你做不到,我立即踩你 有沒有試過? 我暫時沒有試過 沒有試過嗎? 沒有試過喊吵 拍了多久? 對,拍了多久? 不用說命,拍了多久? 人家沒想過說命 過多月 過多月,當然不會吵架 你真是有趣 我們屬於那些,可能不知 你屬於什麽都好 過多月,真的很難吵架 最長的一次拍多久? 這個是第一次拍嗎? 不是 這個是第二次 我想還有一次而已 那個沒那麼久 比一個月還要少? 其實不是拍拖 很短的 當然沒有時間 那個是 不一定不是拍拖 也可以是拍拖 不過是短時間 了解得還沒有夠深 可能來說 所以它應該是正確的 它說沒有吵架是正常的 正常的 很虛性的 那你有有沒有想過 如果將來的 你去到一些 Edge 可能你真的欠幾分 就變成香港第一 或者一些很大的賽事 可能是你退休了 打完那幾場播 吵架 怎麼辦 教練有沒有這些心理給你的 或是你們跟教練的關係是否要很親密 基本上要好讓他知道 心理 感情狀況 教練狀況 會有朋友 其實是 可能我爸爸做教練 他比我更清楚 所以他比我更多 那就沒事了 但是你也是一個教練嗎 除了爸爸之外 沒有其他教練嗎 有 但是是練球的時候 但是爸爸是跟我出去比賽 所以大部份時間都是他跟 其實我經常覺得 我覺得Uncle 你不要拿一塊板來打我 我小時候看張德培 我記得那場球 他第一次16歲贏 French Open 法國公開了一次 我有看完整晚的 跟我爸爸一起去他的房間 我記得他哥哥應該是他的教練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印象 可能還未出生 我經常覺得親人做教練 是差一點 會不會 你有時候會發他爸爸的脾氣 會 因為他不是爸爸媽媽 他有發 我有發他 是的 那就能吧 你自己也有發他 但如果你說香港 怕一個 真是教練 真是教練你 你不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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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教 不知為何 是的 很難教 爸爸有沒有這樣生 有 那為何還要保持這個關係 不是叫你跟他斷住父子的關係 不是 父女的關係 即是教練的關係 你也很喜歡吧 糟了我就是你打格子 其實是否沒得選擇 哇 好問題 其實是否呢 會不會呢 因為香港沒有資源給你 嘩 你這個更嚴重 不是說多資源吧 對一些運動員 一會兒講深一點 你就知道 可能因為是從小看大 可能很多事情都很熟 你沒有試過想 即是想說 換個教練就好了 當然不會的 喊極或怎樣都會 其實最好的爸爸做教練 是 我覺得是 方便很多 很多事情可以商量 但你現在找個教練 是提升你的水平 成就 但心理因素都很重要 但不是追求舒服 不是追求方便 心理都要很重要 我會這樣看 就是因為多了親情的環節 感情的環節 很多時候會偏離了目標 因為可能十個小時內 你總是有一個多兩個小時 是要搞這一塊 親情 但有可能是跟外面的教練 就是有時候有這個格幕 反而去不了極致 你怎樣看 他好像沒試過 Tiffon 你有沒有試過不是爸爸一段時間做教練 但出賽真是爸爸沒有 有時候可能是港隊比賽 不是爸爸大女 我覺得是差一點 溝通上 總是不可以說有那句話說那句 嗯 是的 就是要想過怎樣說呢 結果出來呢 是否真的跟爸爸大女差一點 但那些比賽可能是短期的 可能是一個禮拜 又沒有特別大的影響 你覺得呢 如果給你呢 我會選爸爸的 我知道 因為怎樣吵架都可以關門搞定他 嗯 是的 但如果教練就有那個格幕 就是你會要 有些事情要就著說 但是當然你要看看是誰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一個女兒肯聽教聽話當然好 如果是那些包吵頸、頂心慘 打左邊腳、打右邊 當然要叫別人教好自己生癌症 是吧 可能爸爸叫你打網 那幫我打籃球 哈哈哈哈 因為我想她小時候已經有跟著 感情會比較好 很知道做什麼 如果她的物體和默契 或者她很能摸到女兒的喜好 譬如她會知道這對物體一定不喜歡 對 但外面的教練 她不會理到你那對物體的喜不喜歡 或者她知道這對物體是她的 帶給她有幸運的 她喜歡穿的 但是這些細微和細心的東西 這麼貼心 通常都要親人才做到 嗯 我有一點不同的看法 如果你給我 如果我有得選 我不會選親人做我駕駛 嗯 因為 剛才你所說的東西 我都了解、明白 但很多時候這些東西是說 舒服 我覺得很舒服 因為習慣了 我經常會覺得運動員也好 做人也好 你要一個breakthrough 一個突破 或者要再攀升一件事 嗯 跟著一個舒服的邏輯 或者一個pattern 是不會的 是一定要很大的衝擊 很大的不同 那你才會有一條更大的路 這是我自己的個人意見 這樣認為 因為我試過是這樣的 我試過游泳 游泳的比賽 那一年 突然間 不知道有個教練 他是 很兇的 不知道他經常罵我 我又不太明白 這樣說 Anyway 我整個輸家給他訓練 那一年 在那一年 在那一年就要去比賽 其實 那個短暑自由式 我的對手是高了一個頭 每個人都說我輸了 但是其實差不多 但是他訓練完我 我覺得很不平衡那種 但是到最後那次我跳下去 我記得要休息兩個短暑 但是那次一口氣都沒有休息 我只是要贏 我想了很多事情 那個惡教練的樣子也在 他跟我說的東西 那個人 總之我就是贏了 是的 有時有些很不同的事情 才會有些新的結果 你怎麼看 是嗎 很不平衡 嗯 我覺得如果是 譬如教練 這樣來說 可能要 譬如 如果我有 可能 一些很高水平的教練 我可能會 可能會想試一下 即是你老導演是很高水平 香港 所以沒有人能夠取締他 可能香港 香港也有高水平的教練 可能或者資源各方面 可能未必可以做到 說只是跟我出去比賽 嗯 跟不到 是的 如果有機會 有些很高水平的教練 我可能也會試一下 嗯 轉頭回來 我就會問問 Tiffany 即是有沒有一些球星 你很想對他打球 或者有沒有一些人 你很想對他打球 轉頭回來